12月1日,电影《生死线》在首届绍兴科巧新锐电影节期间举办发布会 导演谢明晓,主演吴建飞,叶思同等主创《集聚一堂》 电影《生死线》是中国第一部讲述《凡夫反摊》,海外追讨前返题材的电影 2018年,谢明晓凭借电影《我是医生》,霍中宣布五个医工成奖优秀影片奖 吴建飞饰演男一号程浩,现任上映演员剧团副团长刘磊饰演宗汉清 叶思同饰演女一号丁岩,其他主要演员来自马来西亚 片中精彩的打斗场面,由知名马来西亚影视公司参与之所拍摄 活动现场氛围热烈,吴建飞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拍摄感受 谈到此次饰演的角色,吴建飞透露,他在剧中是一名检察官 他也表示,因为自己之前饰演了不少反派,这次终于等到了一个正面角色 为了演好这个角色,也做了很多准备 当时导演找到我的时候,其实我挺惊喜的 因为之前演过的角色都是反派角色 所以这一次谢导能够找到我演一个非常正面的角色 检察官其实是第一次尝试这样的角色,肯定是专业上的东西 我还是要看一些资料,包括一些书籍啊,还有一些影视剧啊,我觉得都会做一些参考 压力肯定会有的,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剧的气氛氛围非常的好 因为就每个角色我们都会非常仔细的去分析人物跟性格 包括就是导演也好啊 就是周边的人都会给我一些意见,就是这个角色是怎么样的一个走向 所以我觉得非常幸运能够参与到这部戏来,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团队 我们下期再见